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0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 美国工商企业界和前高官代表围绕中美经贸关系等谈了看法和建议 李克强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 4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求同存异 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克强指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正在致力于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对在国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放开 服务业开放也在加快推进 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 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 扩大对华经贸投资合作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美方代表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们表示 在座的美国企业长期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发展 积极在华开拓业务 扩大对华投资 寻找长期合作机会 美国企业对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感到鼓舞 将秉持长远眼光看待当前美中经贸摩擦 反对削弱同中国经济关系的做法 绝不愿看到美中经贸脱钩 希望两国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尽早达成协议 相信双方一定能够找到 推动美中关系持续前行的办法 何立峰 曾培岩参加上述活动 突然之后